在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 有一种极其危险的职业 叫做洗屋 工作的内容令人不禁打个寒战 就是住进刚死过人的凶宅 在屋内住上一段时间 将里面的鬼魂清出去 给凶宅来个洗白 玉子有一个不怎么美好的童年 五岁的时候 父亲就因交通事不去世 妈妈也在给他过完六岁生日后 只留下这个鸭子灯 就消失不见了 在十八岁时 抚养他的外婆也去世了 自此以后玉子便是一个人 性格也十分孤僻 在外从来都不与人交流 在家的舅舅的舅舅 告诉玉子自己要照顾他 并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就是住兄宅的洗屋 晚上回到家中 发现鸭子灯在不停闪烁 一打开浴室门 浴缸里面做了个黄毛哥 面对玉子 惊讶的居然是黄毛哥 你居然能看见我 原来他是这个房子的上一任主人 曾经死于割腕 而玉子还有一个特殊能力 能看见已是之人的灵魂 玉子并不害怕还无视了他 铺好床直接躺下睡觉 虽然和正常人无法交流 但是玉子和这些鬼魂 却能够流畅对话 闲暇事件 玉子会把见到过的适者画下来 有一人独自孤独到死的老人 有生活不如意选择自尽的人 还有被父母抛弃饿死的小孩子 黄毛哥问玉子 你看见这些不觉得害怕吗 他认为活着的人才更可怕 还会撒谎 当年妈妈说要永远陪着他 可还是将他抛弃了 晚上黄毛哥发现 玉子居然有自己的磁带 原来他之所以还留在人世 是因为生前是音乐制作人 这盘磁带还没有寄出去 心存留念 他想拜托玉子 将磁带送到音乐公司 完成这个心愿 玉子也欣然接受 很快舅舅就打来电话 告诉玉子需要更换工作地点 而这次的房子 是一个刚发生不久的凶案现场 这个女人马上就要被害了 可他浑然不知 走到家刚关上门 就被人牢牢抓住头发 从身后被嘎了一刀 煞时间血流满地 没过多久玉子便搬了进来 他的工作就是这样 住进刚有人去世的屋子 把这个屋子洗干净 刚走进屋房好行李 地板上就开始浮现一个白影 很快凝聚成一个人影 一口一个要复仇 玉子本想无视他 安安心心过完这几天 可是自己却被无缘无故骂了一句 这能忍吗 直接对回去 这下被发现能看见他了 房间开始抖动起来 玉子见情况不妙赶紧逃跑 晚上跑到网吧调查了这个女人 女人叫做优西 在网上时常发布自己的照片 还发现了一段邻居的采访 在采访中 邻居阿帅一直躲闪着眼神 并说自己在案发当晚 没有听到动静 难不成阿帅就是凶手吗 玉子突然想到自己在刚搬进来时 他就在门外行为诡异地寻问 晚上回到家 优西已经冷静下来 优西向他说起此事 可能会是隔壁的阿帅 优西却帮他排除了嫌疑 因为他看到过凶手的样子 是个跟踪狂 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 一直在玉子耳边唠叨这件事 玉子估计会成为第一个被烦死的人 就在他苦恼的时候 黄毛哥突然出现 他的灵魂寄宿在了刺盘上 成为了负丧神一样的存在 两只鬼反而因为有了同类 找到了共同话题聊了起来 玉子也得到了难得的安静 就在他站在桥头享受宁静的时候 阿帅突然抓住他的手 他认为玉子想不开 而玉子也因为此事 打破了舅舅的规定和邻居聊了起来 阿帅告诉玉子 案发当时其实他听到了求救 因为自己害怕惹是他撒了火 当玉子搬进来时 他害怕再次发生这种可怕的事 所以想前来提醒 一个大叔趴在路上寻找着什么 而路人却直接从他身上穿了过去 玉子意识到这也是失去的人 听他口中念叨着车不见了 从告示牌上将模型车拿下 交给了大叔 大叔在感谢时的一句话 让玉子醒悟了 只有自己能看见灵魂的能力 是用来帮助这些未能了解心愿的人 想到这里 他赶紧跑回房间 让优希描述凶手的样貌 自己则画出了这个人 让阿帅交给了警方 警员看着纸上的画像 直接一拳打向了阿帅 原来凶手就是他 他原本是优希的粉丝 曾经线下活动聊过一次 但是优希没有理会他 便起了杀心 正当他想对阿帅下手时 突然响起门铃 为了避免被人撞见 他抓起阿帅到门口 门外是外卖小哥 当他打开门后 纸条上让他赶紧蹲下 随后 舅舅和玉子联合干掉了凶手 终于了结了优希的事 在这件事结束之后 他又将黄毛哥的磁带 寄给了音乐公司 最终他完成了大家的愿望 终于现在轮到 他的愿望被实现了 舅舅带他来到妈妈身边 见到妈妈的瞬间 他破防了 呼向妈妈时 却扑了个空 原来他们家族的人 都能看见灵魂 而妈妈听着 这么多灵魂的声音 迷失了自我 去世以后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一直在以前的家父间徘徊 等到玉子能够看见灵魂 才得以相见 玉子听后止不住悲伤的胆情 留下了懊悔的眼泪 可妈妈让他笑一笑 要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 再后来阿帅陪着玉子 来到新的地方生活 陪伴着这个善良的女孩 人这种生物 总是等到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 等到幡然醒悟之时 早已毁之完影 在电影中 玉子的阴阳眼 被他看作是诅咒 而事实则是一种祝福 世间诸多美好相遇